接下來看到的是台灣第一支登頂海拔8035公尺G2風的台灣歐都納登山隊 他們今天公布了登頂過程的影片 隊員呂中翰跟黃文成通過低溫、強風和陡峭雪坡地形的考驗 也寫下了台灣的新紀錄 對那其中黃文成其實他的左手小指即將因為凍傷要來截肢了 不過他們都說還是要做好準備 因為他們明年是要繼續挑戰盤登更高的橘腕風 歐都納十四座八千 終於回歸三年 鞋下歷史台灣第一個站上8035公尺G2風頂的就是歐都納攀登隊員呂中翰 三個小時之後黃文成也站上風頂 從六月中旬出發到七月十七號登頂成功 期間的艱辛難以想像 攀登隊回到台灣首度公布了登頂影片 也首度公開登頂後下撤的驚險瞬間 隊員黃文成在下撤時一度墜落 那墜落的時間 墜落的當時沒辦法去想事情 等到挺住了之後才知道說我還活著 我發現我的懸崖離我只有幾公尺的地方 那我那時候才知道害怕 才看到才感覺到害怕說 我在幾公尺的地方我可能就回不來了 生死交官隊員呂中翰衡量自身狀況之後決定就近挖雪洞 並且透過無線電尋求既定營支援 兩個大男人就這樣抱著彼此靠體溫取暖 度過了超過十個小時 最後在韓國隊雪霸的協助之下平安回國 不過黃文成的左手小指沒燒因為凍傷將會被迫截肢 隊員裡狀況最好的呂中翰則是將登頂歸功於團隊的協助 與良好的訓練 幾乎就是每天都在做中訓 然後做跑步 然後我平常 這已經 這平常就已經在練了 然後我平常就愛運動 所以我一天的運動量很大 可能五六個小時跑不掉 全球14座超過8000公尺的颶風 前兩年挑戰布羅德風都失敗 但是攀登團隊沒有喪失勇氣 能夠再多一點點的勇氣 多一點點的堅持 多一點點的肯定自我 然後去創造未來 去挑戰不可能 登頂前在三角下的時候 有自己發過一個預言說 如果讓我成功登頂 我會吃素三個月 那我從基地 從下到BC之後 下到基地影之後 我就開始吃素一直到現在 所以我覺得可以平安的回來 看到家人真的是最好的事情 有了這次的成功經驗 包括小指要截止的黃文成在內 都準備要繼續準備 迎接明年8068公尺 G1風的攀登 12歲就開始爬山的呂中翰 更是有令人佩服的目標 所以這部對我來說是很踏實的一步 然後也是我要完成十字座八千的第一步 這支台灣攀登隊準備明年攀登G1 如果成功 後年更要準備挑戰有殺人風支撐的K2 UDN TV 甘邦捷高家府 七哈倫台北報導 導妳就知道 我可以幫妳看